恒大現在面對的問題是香港被清盤 香港清盤人都面對一個很頭疼的情況 就是他如何清上面內地資產 這個我們之前說過 他計算給你看 恒大的所有資產不多於四十二億 全部我立了 所以你很簡單 你的工作是零 簡單的就是你不用上來 那時候我們問了一個問題 香港清盤的人要上去 你要找他們的數不同項目 所以在內地法庭要安排一個同樣地清盤的法官的人 要跟他一起合作 然後拿出一條數目 你這件事真的很體貼 很方便清盤人 所以那兩個清盤人 那兩個是不知道什麼 是不是一個外國人一個女人 他們兩個可能已經很緊張 一收到消息 What 中情監42億 Yeah 不用做 而且這條數收得很低 他肯定是收 extra premium 去做清盤 我會不會過 街上的幕子 我會不會過